那你想問一下小梁哥 你的爸爸 梁修昇導演 因為那個時候他是非常知名的 他當然是要算大明星 那個時候我們只要入學寫 那個入學資料有沒有 爸爸是誰 媽媽是誰 一寫 老師就來問 這個是你爸爸 你爸爸就是電影的那個明星嗎 對…那不得了 因為你也知道 我們學校最開心的事情 就是園遊會嘛 對不對 園遊會 那個小朋友很開心 因為都今天不用上課 就是要去玩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園遊會的時候 那個校門口都會貼說 本校什麼什麼園遊會 歡迎家長 立臨指導 那就是一定要家長來指導了 對不對 前幾天老師就已經打電話說 那天你爸爸一定要來學校 OK… 好 那到那天了 那天到了以後 我就跟老師在校門口迎接爸爸 因為要立臨指導 你也要迎接 你真的 迎接 然後到了以後 就直接帶去校長室對不對 校長就跟他聊天幹嘛的 然後我也不能跑 我也坐在校長室裡面 可是你也知道 那個窗外聽到同學都在玩 大堆接力 在那裡玩遊戲 滾那個大球有沒有 非常開心 然後我也不能出去玩 然後就一直要跟爸爸講說 爸爸 因為不好意思 因為人家來 看到你來都會指指點點的 我會很不自在 爸爸你可不可以 稍微穿得低調一點 會戴個口罩之類的 你是大明星對不對 你一站出來就已經心味十足了 服裝上面稍微低調一點 好 沒有 不然爸爸平常都穿得很花俏 沒有... 爸爸平常都穿得很低調 穿得很低調 跟早餐店的店長是差不多的 結果他那天來了 給我穿這樣 當時應該很流行這樣子的襯衫 超流行 他的髮型加上他的大墨鏡 還有他的花襯衫 你看方圓百里旁邊的路人 有人穿得像他那麼顯眼的嗎 沒有 其實這個穿著 就是當時的明星會穿的 對不對 根本就是讓人家注意到他 對啊 對不對 這個同樣的故事 我有問過小禎 胡英禎 也是一樣 他畢業典禮也是 就說瓜哥你來 校長一定要你來 可不可以麻煩你穿低調一點 好 拜託 我們就是在大禮堂對不對 畢業典禮對不對 台上老師師儀在那邊講一講 突然 真的因為心味十足你知道嗎 因為大哥來一定要吃 不遲到的 不遲到怎麼叫大哥 所以師儀已經在開始 前面已經在講了 你看後面突然來了一個人 什麼樣的人 就穿了一身皮夾克 戴了一個黑色的大墨鏡 站在後面 然後他一來的時候 因為心味感十足 那個師儀已經不知道該講什麼 歡迎 就在支持屋的時候 全校同學已經往最後面看了 對不對 胡瓜 明星 你看 為什麼爸爸們來學校 都要穿得那麼高調 其實搞不好就是為小孩子想 這樣你們比較風光 誰不知道 誰不知道他的小孩在這邊唸書 每一個人都知道 就想說既然知道了 那我其實也不用低調了 那就大大放跑你們都知道 我真的不懂他們為什麼 所以那天你真的都沒有玩到 完全沒有玩到 你童年其實也是有點英明 就是陪著爸爸麗玲指導 歡迎爸爸麗玲指導 但是重點是 因為你爸爸之前演了一部 簡橋音烈傳 所以大家也稱他為民族英雄 那你對於這個稱號 會不會也有一點壓力了 這個民族英雄這個名字 我跟你講 對我真的沒有好事 沒有好事 我以前小時候 因為功課不是那麼好 比如說班上47個人 爸爸就說 不要考最後一名就好了 好 陳怡丹發了回去 爸爸46名 很棒 進步一名 素不知那一位已經轉學了 所以你還是最後一名 老師就會罵說 民族英雄的小孩 那個數學給我考六分什麼 就是在班上就會直接講出來 然後我入社會的時候 我不是從基層幹起嗎 就是這個幕後工作 一樣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錄一個節目 因為那個時候是奧運會有沒有 我們就錄一些跟奧運有關的 什麼樣的有關的 我們就找一些寫真女星 然後請他們穿很緊很緊的襯衫 這真的有關嗎 這跟奧運真的有關 不是 你聽我講完 你聽我還沒講完 很緊很緊的襯衫對不對 然後他做擴胸運動的時候 要把扣子彈出去 看彈得多遠 地上有一個尺 彈得多遠 比如說三個寫真女星 彈得最遠的人獲勝 這個是我們在下一次奧運 可以看到的項目 可能會2020東京奧運的時候 會加這個項目 這個就是人體 人體奧運的一個部分 錄完之後我們都覺得太棒了 效果太好了 這個收視率一定很好的 那時候台視的大導播 姓曲 歌曲的曲 曲導播 直接從副控跳下來說 你下次再錄這個 我就跟你爸爸講 就是這樣 我覺得有一些長輩 不知道為什麼要扼殺我們的創意 這個創意好 其實我們其實在台灣 也可以發光發熱 但是就是有一些長輩 扼殺我們的創意 所以說有一些單元 所以遲遲都不能讓觀眾朋友們看到 就是因為這樣 天啊 怎麼覺得有點惋惜 你在講的這整段 智信哥就一直在笑 他笑得很開心 以前我們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爸爸這個 常常我們也會受到聖明之類 所以其實小楊哥不管是出道前 然後在幕後或出道後 其實好像一直都有這樣的壓力 對啊 但爸爸對於您做這個幕後 轉幕前 他有沒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其實我記得我那時候 主持的第一個節目叫王牌大間諜 我記得他來的時候 還送我一本書叫政經 就是你給我政經一點的那個政經 真的有這一本書 有這一本書 叫政經 他希望就是說 因為他覺得電視 還是有傳播教育的一個功能 就是說其實我們還是 在這個節目上 言行舉止還是要注意一點 所以送我一本書叫政經 那你有看嗎 有看過封面 因為小楊哥就是個不正經的人 也不是 因為我們綜藝節目 就是要 我剛剛高估小楊哥 我以為他至少會把序看完 沒有 他只看到封面 他只看到封面 沒有 沒有 有的 他只能夠說 也只看到封面 不過封面 就是 他很放鬆